清朝皇子是如何被训练成学霸的,说到皇子,那可是非常令人羡慕的,尤其是电视剧里演的清朝皇子,每天游走在各种美女身边,写写小诗,喝喝小酒,策马扬鞭甚至带着心爱的妹子私奔,真是风流潇洒。 对于那些梦想着穿越成皇子从此走向人生巅峰的网友,学生我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你,这一切都是编剧狭掰的,清朝皇子的真实生活根本不是这样,为了江山设计,为了天下苍生,为了争夺皇位,清代的皇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,根本就没有什么刻余时间去游山满水, 其中最重视教育的,就是康熙,清淡很多关于皇子,学习方面很苛刻的规定,都是从他这里开始施行的,其实这也和他早年间的经历有关,康熙六岁继位的时候还没有怎么念过书,只能跟随两名稍微识点字的太监学习,直到他亲政以后才有机会发奋读书,通常都是五更就起来读书, 有时甚至辛苦到咳碎时会有血丝,还不时的请大儒来皇宫给他讲课,也正是因为康熙的刻苦,使得他不但精通汉文化,对于医学、数学、天文都有不同程度的设立,因为自己的经历,康熙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,所以他就定下了规矩, 皇子六岁开始读书,每天早上五点,到下午三点是文课时间,下午五点到七点,皇子们还要学习射箭等军功课,等到这一系列文武功课结束以后,皇子们才能回家,这些皇子们不但学习的时间很长,而且规矩也很严, 康熙会在每天早上九点左右来巡视皇子们课文队的熟不熟练,下午放学以后也会把皇子们叫到吴以寨再次检查今天学的知识,而且皇室上课,可不像咱们现在一样,可以浑水摸鱼的在最后一排睡觉,皇子们那都是小班教学, 甭说打笨了,上课的时候,那都是要正经微作的,否则可是要打手板的,那周末节假日可算得上市。 放松了好机会了吧,约上好友兄弟,去野外交游烤肉,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岂不美哉,非也,当时的皇子们,一年只能休五天假,分别是元旦、端午、中秋、皇帝的生日 还有自己的生日,剩下的时间呢,认认真真的朗读,并被送全文吧,那稍微长大一点也许就好了吧,并没有,康熙为了预防这些皇子贵族养成懒散的习惯,每年还会带着皇子,王公贵族,是为官员一起去达达地区野外拉链,一去就是两三个月,好歹是皇子啊,未来可都是国家的接班人哦, 谁舍得真让他们吃苦,不都是走走行事的吗?这可就错了,话说,道光有个儿子叫义伟,排名老大,读书的时候也是想走个过场,并没有静下心来,他的老师坐下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,阿哥要好好读书,将来才能当皇上, 没想到义伟这哥们,大大咧咧地说,要是我将来当了皇帝,第一个杀了你,这位老师一怒之下,把他告到了道光那里,把光连忙叫人传义伟过来,火冒三丈地教训了义伟几句发现不解气,又狠狠地踢了击脚义伟,然后就把义伟踢死了, 这么来看,生在帝王之家,也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,各位穿越之前,还是好好考虑清楚吧。